咱们边走边说 贵州一个小伙 腊月26接到准岳父的电话 去给准岳父拜年 之后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几经寻找 在一条河里发现了小伙子 他是被床单包裹 四肢断裂 沉湿白米水库之下的 巧的是汽车地点 又是一个监控盲区 这件事事发贵州省 孙义市于庆县的龙溪镇 被害人之前 曾经送出12万8的彩礼 到准岳父家门前时 还喊了一声 爸爸请开门 目前公开的推断是 这个准岳父有重大作案嫌疑 结婚不仅要钱还要命 究竟是因为什么动了杀机 目前还不清楚 我在想 这个小伙子既然把车 停在了一个监控盲区 那么他有没有可能 是自己把自己的四肢砍断 然后用备单包裹 最后沉入白米水库的呢 花了十几万 却搭进去了后半生的年华 不值 我觉得这一类的新闻 以前好像只会发生在国外 没想到 现在竟然真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了 像这样的案子 真的务必应该抓紧破案 抓紧公开 以消除社会恐慌 一方面是人们对自身安全的恐慌 另外还有一个 那就是年轻人对婚姻的恐慌 然后我们下车 中文字幕打赚 它也很晾